千玺们应该知道出自何处了,千玺工作室又更薄了,这次更让人惊喜的是,是工作室转发的千玺的微薄,这次工作室格外给了粉丝们一张图片,图片中,千玺一脸认真的看着剧本,应该是在想下一场戏怎么去诠释会更好。 有粉丝发现,易阳千玺的剧本上的文字,都被她做了标记,可以看出千玺有多用功了,标记是用红色的记号笔画的,果然,千玺对大红色爱的深沉,回头看千玺的动态,是一张她拍。 只见千玺站在照片一角,穿着剧中服装,临风玉树,自在风流,眸染小色尽温柔,千玺一本正经的拍着照片,这可是穿越千年的在了,有点反插萌,双手紧握,大拇指翘起,千玺展示最新在法中国在,还是熟悉的装发,熟悉的服装,从定妆照到路透再到日常, 变化的是千玺的动作,眼神和身边环境,但这服装看起来有些单调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疑问,李密大人怕不是只有一套服装吧。 千玺发微博的同时,机智的给自己的新剧,还进行了一波宣传,把剧名中的十二时辰,比喻成十二个月,给大家送上祝福,千玺其实是个很贴心的少女。 千玺,在没有日常的日子里,在没有动态更新的日子里,千玺用这样的方式让粉丝看见自己,剧组的生活和工作忙忙碌碌,中途还要抽时间参加个别活动,不过大佬知道,忙碌和努力的背后,是为了让粉丝见证更好的自己。 中国赞,赞赞新时代,千玺作为优质的青年偶像,一直在给粉丝传递正能量,让粉丝喜欢她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跟着千玺,做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人。 一年一度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只剩下最后四天,作为春节必不可少的活动,看春晚因为有了千玺的参与,好像更受粉丝们欢迎了。 2月15日除夕夜晚